好,各位同学,接下来我们第二个单元要跟各位介绍的是三角形外星的运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很典型的一个问题 要如何找出圆的圆星的方法 那我们先举一个例子 如果今天小柯他用圆规画一个圆 画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圆规的笔星断掉了 那这时候请你用尺规做什么方式 找出这个圆的圆星并将尺圆画完 那你来试考看看 这样子我如何去找出它的圆星 那我们就可以想象说 我如果在这个湖上我随便找三点 这是一点,这是两点,三点 我任意找三点的时候再把它连接起来 就变成是一个圆内接的一个三角形 那这个圆内接的三角形 我只要找出它的外星 也就是这个外接圆的圆星 所以我就选择画一二三这三个点 连接起来之后 找它们的中垂线的焦点 那就是圆星 如下面这样做法 我先找一二三这三个点 然后连接起之后 我用圆规去做这个的中垂线 画出第一条线 再用这两个点来做出这个的中垂线 第二条线 这两条中垂线会相较于这一点 这一点就就是这个外接圆的圆星 然后再以这个为圆星 这一个外接圆的这个为半径 这个长度为外接的半径 画一个圆 就可以完成这一个任务 那我们也可以使用 jogblank的方式来绘图 好 那我现在先来绘一个圆给大家看 好 假设我现在我任意做一个圆 好 那我如果找出这一个圆的圆星呢 首先 我先在圆上我任挑三点 我任挑三点 所以我现在先做三个点 比如说 一 二 然后 三 好 找出这三个点 那我现在我要把它清楚 我现在把这些的标签把它拿掉 好 那接下来 我还是把这些拿大 接下来我要让这个西珠跟这个珠一 然后来找出这个圆的圆星 那我看我可以用这个就是中垂线 先找出这条线段的中垂线 再找出这个线段中垂线 你会发现 这两个线段的中垂线会相较于一点 这一点也就是圆的圆星 然后你就根据这个圆星 再以这四个为半件 画这个外件 就可以完成我们要的任务 所以任何一个圆 我要如果找出它的圆星 我可以采用这个方法 也就是说在圆上任找三点 然后这两条 这两点连起来的这个弦 跟这两点连起来的这个弦 这两条弦在做它的中垂线的焦点 这个就是圆的圆星 这两点连起来的